相信大家平常在使用我们微信的过程中呢 在微信里面播放音乐的时候 我们回到微信的一个聊天主界面 我们会在聊天主界面的上方的一个置顶栏 发现我们的一个正在播放的音乐曲目 那么在小程序里面呢 我们也可以去动态的设置它置顶栏的一个文字内容 在小程序里面呢 我们是通过微信.setup.text这个API呢 来动态的设置我们这个聊天界面上方置顶栏的文字内容 那么这里呢 我们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这个object类型参数主要的一个字段呢 是text 那么这个text字段呢 就表示我们置顶栏所要设置的一个文字内容 这里呢 我们需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呢 是只有当我们当前的这个小程序被用户置顶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API才生效 那么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当前小程序它没有被置顶的时候 虽然API它可以调用成功 但是它不会将我们API所传入的这个置顶栏的文字内容显示出来 那么第二点呢 是我们在API调用成功后 需要间隔五秒之后才能再次调用这个接口 如果在五秒之内 我们再次调用这个接口的时候 那么这个接口就会给我们爆出一个error message 那么这个error message呢 就是set up by text fill invoke too frequently 那么这个error message呢 就表示了我们这个API调用的次数太频繁的一个信息 那么大家下去可以通过对这个API的调用来看看它在真机上的一个真实表现 前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小程序组件 Navigator 通过这个Navigator组件呢 我们可以去管理小程序页面的一个路由 那么我们不仅可以通过Navigator组件来管理小程序页面的路由 我们也可以通过小程序提供给我们的一套路由的API来控制我们小程序页面的一个路由 那么我们一起来学习小程序它的一个导航的API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API 第一个API是微信条Navigator2 它表示了我们从当前页面跳转到另一个页面 我们可以看到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那么在Object类型参数里面有一个URL字段 这个URL字段呢就表示了我们需要跳转到的一个页面的路径 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给这个页面去传入一些参数 参数呢我们是以问号来分割的 那么问号后面跟的呢就是我们一个K等于Value 用箭制对相连的一个参数名称和参数值 这里大家需要注意我们跳转的页面不能是一个typebar的页面 否则我们所调用的API它是无效的 在我们跳转页面之后呢我们可以通过微信.navigateback这个API呢 来关闭当前页面并返回到我们的一个上一个页面 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getcurrentpages来获取到我们当前页面的一个页面站 在navigateback这个API呢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那么这个object类型的参数呢它有一个delta的字段 这个delta字段呢就表示我们需要返回的一个页面层数 那么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我们这个delta的值呢 它大于我们目前的页面站的页面数呢 我们会默认返回到一个首页 那么首先第一个是微信.navigate2API 这个API呢就是我们在当前页面的基础上再去重新打开一个页面 那么它对应的一个页面站的形式呢就是新页面入站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API它所接受的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那么这里呢它主要是一个url的字段 url字段表示我们需要去打开的这个页面 它对应的一个页面路径 这个页面路径呢我们可以给它传入一些页面的对应的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参数呢是通过问号来分割的 问号后面跟着我们k等于value以见值对的形式 跟着我们的一个参数名和参数值 在我们打开一个新的页面之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微信.navigatebackAPI来返回到一个原页面 微信.navigatebackAPI呢它对应的一个页面站的表现是 关闭当前页面也就是当前页面出站 那么我们还可以通过getcurrentpages这个API呢 来获取到当前我们的一个页面站的一个层数 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一个getcurrentpages的函数呢 来获取到我们当前的一个页面站 这个navigatebackAPI呢它接受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这个object类型的参数呢它主要是一个delta的字段 这个delta字段呢就表示了我们所要返回的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层数如果大于我们当前的页面站的页面数 那么它就会返回到一个首页 微信.navigateback2API呢可以让我们去从当前页面 直接去跳转到另一个页面 那么它对应的一个页面站的表现呢就是 我们当前页面出站然后另一个页面进站 可以看到这个API呢它同样是所接受的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那么它主要也是一个url字段 这个url字段呢表示我们需要跳转到的一个页面的页面路径 那么这个参数和路径之间呢我们通过问号来分隔 参数与参数之间呢通过建置对的形式而相连起来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微信.navigateback2以及微信.direct2这两个API 我们所打开的一个页面它不能是我们的一个typebar页面 不然我们的API调用的就是无效的 那么我们再来一起看微信.switchtab这个API 微信.switchtab API呢是我们跳转到某一个typebar的页面 那么它对应的一个页面站的表现呢就是所有页面出站 typebar页面进站 可以看到这个API它所对应的一个object类型的参数 可以看到它同样是有一个url字段 这个url字段表示我们需要跳转的typebar页面的一个页面路径 那么跳转typebar页面的页面路径之后呢 我们是不能带其他的参数的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来看看通过API控制页面之间的路由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右侧的编辑器窗口呢是有两个文件 第一个文件呢是我们页面所对应的一个js文件 第二个文件呢是我们页面所对应的一个vxmail文件 在我们页面所对应的vxmail文件内 大家可以看到我是写了三个button 第一个button呢是跳转新页面的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我们绑定了一个点击事件 这个事件的回调函数名是navigate2 第二个按钮呢是返回上页的按钮 我们给它绑定了一个点击事件回调函数名为navigateback的事件回调函数 那么第三个按钮组件呢是我们一个在当前页面打开的一个按钮 那么它绑定了一个点击事件回调函数名为redirect2的事件回调函数 我们再来一起看它页面对应的一个js文件 在js文件里面呢我们首先来看它的一个navigate2的回调函数 那么这个回调函数呢就是在我们点击了跳软新页面 这个按钮之后呢它所执行了一个回调函数 在这个回调函数内我们通过调用了微信.navigate2这个api 来在当前页面的基础上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那么同时呢我们是在它的一个complete也就是它的一个api调用完成的 回调函数内打印出我们当前最新的一个页面站信息 这个页面站信息呢我们是通过调用了一个get current pages来返回的 那么同时呢我们是给它设置了一个定时器 那么这个定时器呢是在一秒之后打印出我们一秒后最新的一个页面站的信息 那么之所以设置这个定时器呢是因为其实navigate2这个api 它在api调用完成的时候呢并不是一个最新的页面站的信息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回调函数 第二个回调函数navigateback这个回调函数呢 我们是调用了一个微信.navigateback API来返回到上一个页面 同时呢我们也是给它设置了一个定时器来返回最新的页面站的信息 那么第三个回调函数redirect2这个回调函数呢 我们是通过调用了微信.redirect2 API在当前的页面上来跳转到另一个页面 同时呢我们也是给它设置了一个定时器来打印出我们一秒之后的一个页面站的信息 那么我们一起运行实力来看看我们的这个实力在页面上的一个表现 首先我们来点击第一个按钮 点击第一个按钮之后呢我们是会跳转到一个新 点击第一个按钮之后呢我们会打开一个新的页面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页面站的表现 那么第一行呢就是我们通过它的一个complete回调函数 来打印出的一个最新的页面站的信息 那么第二行呢是我们通过在设置的一个定时器 在一秒之后呢打印出来的一个最新的页面站的信息 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complete函数在执行的时候 这个时候页面站的信息还没有更新到 那么我们点击多次 点击多次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控制台上所打印出来的一个信息 这个信息呢表示了我们页面站最多可以容纳的一个页面的层数 可以看到页面站最多容纳的层数是十个页面 那么在之前的小程序里面呢 页面站所能容纳的页面层数最多是五个页面 这里呢我们再来看它的第二个按钮 点击第二个按钮呢我们在控制台上可以看到它页面站的一个表现 这个时候呢我们是回到了上一个页面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页面站是有九个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点击第三个按钮 点击第三个按钮我们会发现它其实执行的是一个跳转页面的操作 也就是从当前一面直接跳转到另一个页面 那么它的一个页面站的层数呢是没有变化的 上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实例来控制我们小程序页面之间的路由 下去呢大家可以通过自己手动的调用这些API来看看页面之间页面站的信息